这几年美国物价和房价飞涨 80个的预算还能在加州洛杉矶阿湾周边买到独栋吗 答案是可以 而且是我自己的真实经历 这个新房位于加州阿湾周边 开车20分钟左右的新城区 Rancho Mission Vehicle 我自己也在这里有一套独栋的房子 就是因为我看中这里不仅家庭收入中位数 比阿湾要高出40%多 而且还有十分满分的学区 另外城市有着30年的统一规划 让我非常看好它的未来 三房两点无为的设计 很实用也没有丝毫空间的浪费 一楼有个可以做办公室的区域 工作累了还能躲不去小院坐坐 既不牺牲卧室起居空间 也能满足在家办公的需求 这几年美国已经进入了远程办公和混合办公的模式 家里有个独立办公室或者书房的空间 成了美国人必不可少的需求 二楼是主要的活动空间 采光通透 开放式的格局中看得出清晰的功能划分 美国的大建商经过多年的市场经验 已经总结出了什么样的格局 能够迎合市场的需求 看过阿湾房子的人可能会说 这里的户型有点类似阿湾 没错 在开发Rentro Mission Viejo时 建商把阿湾过去10年的成功经验 搬到了Rentro Mission Viejo后 在耳丸的基础上要达到出一个更好 更贴合人与自然融合的居住环境 三楼是主要的起居空间 三楼卧室布局合理 1600尺的三房 主打起步的刚需市场 综合来看 拼的就是一个性价比较 转手流动性也很好的干需产品 1600尺的三房格局设计 可以看得出建商其实是花了很多心思在里面 它是非常认真考虑的必不可少的居住空间 在有限的空间里面给出了最佳的优解方案 从之前的成功经验上来说 整个Rentro Mission Viejo 沿袭了大建商们一贯优良的品质 来开发一个全新的社区 从过去的经验中不断总结 哪里好哪里不好 然后以一个更崭新的方式呈现出来 所以如果要看这几年 或者是未来的趋势 除了耳丸已经非常上轨道的成熟发展之外 Rentro Mission Viejo后 用我们当地人的说法就是下一个耳丸 如果你在耳丸同样的预算找不到合适的房子 那不妨来看看Rentro Mission Viejo 这里往往给了你很多惊喜 Rentro Mission Viejo